风中奇远 中天娱乐台敬请期待 正在忙着巡演的日本流行天后 安氏奈美惠怎么会有空来到台湾呢 原来我们看到这一侧 她来到台中的雾峰林家花园 跟蔡依林一起来合拍MV 继续是今天的娱乐头条 穿着黑色 床大一 蓝色宽松 休闲裤 安氏奈美惠一脸淡装 11号前往台中雾峰林家花园 和蔡依林会合拍MV 而另一头蔡依林穿着帅气 风衣外套 俐落将金发盘起 看起来精神异议 林家花园为台日两大天后封管 这样才能让歌迷有那个惊喜 惊喜这样子 因为两个都是天后啊 对啊 安氏奈美惠其实还蛮大方的 都陆续消息传出来这样子 然后所以就是大家就 在网络上就是 在觉得就是说 安氏奈美惠要来 据了解就回安氏奈美惠来台 旅游离开几个MV 还开金档合唱 让人相处融洽多有英文 两天合作相当愉快 粉丝也期待两大天后破天荒 合作的经验作品 综艺大姐大张小燕 向来是演艺圈标杆 用心访问艺人 让人愿意掏心掏肺 和她分享人生 但欧帝却日前爆料 小燕姐以前主持综艺节目时 欺负五宗线 让小燕姐觉得很受伤 是个五天欧帝终于 透过经纪人传简讯 给小燕姐想她道歉 另一个当事人 吴宗线则表示 会在亲自打电话之意 赶紧传清这纯粹节目效果 欧帝并无任何恶意 也许说者无疑 但听者有心吧 看来这误会得好好解释了 歌坛在天喜事 进取歌后 带佩宁和男友西米露 宣布婚婿 选在昨天光棍节 在脸书PO上喜帖 宣告脱离单身 下个月27号 举行露天婚宴派对 据了解两个人 8月底已经注册结婚 而明年也会回故乡 马来西亚举行婚宁宴 其实两人交往5年多 早在台北同居 互动就像老夫老妻 结婚不过是个形式 但是演艺圈婚讯连年 也让人感到特别幸福 记得张妹子台北报导